4月19日 作为今年全球首个A级车展的2023上海车展 正在国家会展中心如火如荼的举行中 本届车展共启用了13个室内展馆 不仅有9个展馆用来展示来自全球最新的乘用车 还有3个展馆集中展示最先进的汽车科技和供应链产品 各大车企 齐聚 鞋黑科技 同台炫技 全球领先的碳纤维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HRC鞋 也多项全球首发轻量化创新成果亮相 以高度级成型设完整呈现了20余款车身覆盖件 结构件等代表产品 其中全球首发新款车门总承重仅持2000克 碳纤维部分减重可达50% 可提升燃油和电池工作效率 并满足了整车对叠一门相关性能使用要求 我们有这个车门系统能减重综合减重50%以上 包括整车的这个覆盖件 同样可以减重50%以上 减重对于新能源汽车来说非常的重要 它除了可以提升这个续航里程以外 它可以把整车的重心降低 它可以在强度上可以做很大的一个提升 未来新能源方面在电气化 智能化的应用更广 会对材料提出更高的要求 碳纤维作为一个非常高端的新材料 会提供很高的便利有它独特的优势 中国一汽红旗品牌协19款整车产品及红旗智能平台HRS 红旗纯电品牌HME等技术产品参展 为未来出行理念提供了无限畅享 它是我们的基于我们设计师的一个对未来出行的理念的一个无限畅享 比如说现在呢您看到的这个座椅呢 它不是完全在座舱内 而是它缓缓的移出 其实呢我们想通过座椅来表达我们这样给用户提供的这种仪式感 我希望我们的这个设计师的这些想法呢 能够都体现在我们的量产车上 给用户提供这种实实在在的这种更好的这种出行体验 首次参展的游戏引擎巨头Unity则在车展现场发布了最新版本的智能座舱解决方案 凭借全球领先的实时3D技术 Unity希望为用户带来更加丰富 更加流畅的沉浸式实时3D体验 将汽车智能座舱打造成第三空间 你比如说你不通过后视镜 你不通过这个反光镜 然后你是看不到很多内容 但是通过这种可视化的一个生成 可以把周边的东西通过我的这些感知设备 感知到以后还原在你的车内 像这种3D的车控的功能 其实目前已经在未来理想小鹏 即刻的车型上 包括自己的车型上已经实现了 那我们这个做的东西 其实是在那个上面去做一个升级吧 更加前瞻性的一个东西 然后来去引领行业 据悉2023上海车展将持续展出至4月27日